2015年DSE MC第24條 有兩個statement 究竟哪個statement適合呢 適合同錯後就影響ABC的答案 先聽第一句 The volume point of water is lower than that of HF 他說水的費點會較HF低 我們都知道 Borning point depends on inter-molecular force 比較一下大家的分子間力 粒子和粒子之間越強 Borning的時候由液體去氣體 要裏切的分子越強 Borning point就越高 兩個其實都是用氫氣去興建 Hydrin bond去連結 即是水和HF照度率都很高 但是呢 有一個較高 就是看哪個會產生更多的Hydrin bond 或者哪個是較強的Borning 大家都知道Hydrin bond 所以沒有說哪個較強的Borning 而是要關心的是 究竟哪個形成Hydrin bond Between molecules多些 那麼 H2O 是一個完美的系統 H2O形成Hydrin bond的效果 是比HF好多的 因為水呢 有兩個H Atom 之餘呢 還有兩個洞洞洞 Electron O Atom 所以 現在有一粒水在 我當吧 一粒水可以形成四個Hydrin bond 所以 所以 那我就說不是HF HF最多呢 你也是看到的 HF 一個HF molecules 最多有三個洞洞洞 Electron 和一個H Atom 那麼 你看到那麼多洞洞洞洞 沒有用的 形成Hydrin bond 一定要兩個配合 一個H Atom 和一個洞洞洞洞 才可以形成一個Hydrin bond 現在HF 雖然很多洞洞洞洞洞洞 結構上 記住 6A direction 那就不可以詳細說了 那麼你也看到 HF 的 H Atom 只有一個 Lone Pair 3個都沒有用 因為黑磚波是兩個配合 所以水的彈性比較高 因為比較H彈性 所以第一個錯 第二 電腐症應該有學過 電腐症 電腐症是在彈性中吸引電子能力 F強一點還是O強一點 不用想太多 整個鏡頭最高壓力盡力 吸引電子能力最強的 是F F是4.0 其他一定會小過4.0 整個表最大是4.0 即是O一定小過 O是3.5 所以這個也是 對的 一個錯一個答案 一個錯一個答案 就是C 24C 1 2 2 2 3 3 4 5